Hi 我們現在在澳門 我又在澳門 我今個暑假第一次在澳門 這個是很久沒有在Youtube出現的 在Youtube歷積了幾多年 鏡頭很具證 所以我們今天想拍一個 我們來澳門帶了什麼化妝品 一天去一天旅行的化妝品 其實也是我平日的 每天的化妝品 我不會因為去旅行而改變 就這樣整個袋塞進去 你第一部是什麼 我第一部是 concealer 我第一部的起點已經很不同 就是 塗完Cream之後 我一定先塗完 我這支是那個 雪肌精的 SPF50 PA++++的防曬 很重要的塗防曬 我第一部就是塗concealer 我有三隻concealer 但我平日只用一隻 那今天為什麼用三隻 不是啊 我的袋裡面有三隻 但我只用一隻 我今天就用了這個 Maybelline的Dream Lumiere Touch Highlighting Concealer 這個 然後我有 Benefit Erase Paste 以及 Etude House 的concealer 我這兩個少一點用 因為太熱了 不適合用 所以這個比較好用 我塗完我的很重要的防曬之後 我就會塗BB Cushion 那我用的BB Cushion 就是BDL 這隻BB Cushion 它裡面 是 instead of 很 怎樣說 instead of cushion 它是有塊 metal的鐵片 所以它就標榜 是衛生一點 對 很慘 那我就是用Laneige的 Pore Control BB Cushion 我好像都講了幾次 是看到的 是這樣的 就是那隻 所謂不衛生的 很衛生 很好 只有我一個用 就是這樣 所以都很好 我覺得BB Cushion很棒 就是 它的coverage somehow很高 它很多東西合一 但是它又 coverage很高 但是它很薄 你會被人覺得你的臉浮粉 還有夏天用 又不會太油 冬天用 我們在倫敦用 就是我在倫敦用過 又不覺得它不夠潤 所以我不知道這是一個 什麼神奇的產品 總之就是 我是BB Cushion 對 我一開始用了之後 我離不開它 就是這樣 然後 我之後是concealer 但是你已經說了 我這個concealer 你看不出它是什麼名堂 因為它已經掉了 那些包裝 但 有用過的人一定知道 這個是collection的concealer 這個是我不知道 吃了第五支還是第六支 因為實在太好用 又便宜 那我就畫了眉 你不喜歡這支眉筆 因為它有眉筆 眉粉和螺旋素在一支筆上面 什麼筆 XL一本 好像聽人說過 我聽人說過 對 我很喜歡 因為很方便去旅行 還有 我喜歡用眉粉 或者眉筆也可以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我也有我的眉粉 但我不用眉粉 因為我總是覺得 我會用眉筆滑滑 好像納筆小身一樣 所以我就用我的 你看 我這個KATE的brow powder 已經 瓦架這個 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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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中間那個食 沒有了 已經完全沒有了 用邊緣 我打算用這個水溜完 但是呢 這顏色我差不多沒有碰過 因為太深色了 但我眉還有一個補罩 我還有用 膠 brow gel 我一開始用是用 MAC的brow gel 真的挺好用 但因為經常都沒有貨 所以就試了這支 是叫 Eyebrow Mascara Day Keep的東西 是一個日本的 brow gel 真的挺多人用 但是那支很笨 我不知道 原來呢 它有分顏色的 所以我就隨便拿了一支 誰知這支是01號色 太淺 太淺是幾乎給金髮的人用 但我 somehow 不覺得它有特別不同 所以我也照用它 你不想色呢 不是的 它想色 但是可能因為我有眉粉 所以你不會說太 太美 然後我就用 Urban Decay Primer Potion 因為我不塗眼影 但是我會有眼影 還有Mascara 所以 Stay On好一點 我就不用Primer 雖然我的眼睛很油 但是呢 我就直接skip它 我的眼影 就是我就用 所以我就經常都打 我這個Chanel的compact 因為呢 真的 Can't be bothered 會打一個Naked Palette 因為太長了 這個它有了我要的顏色 但是呢 有些已經平了 你知道Chanel的compact 已經被我用到平了 真的 我覺得 不錯 然後呢 其實我有很多枝眼線筆的 不過也是不用的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 我有一枝Kate的黑色眼線筆 這個是Slim Gel Pencil 一個Physicians Formula的啡色 這兩枝都是平常不會用的 然後呢 我一定會用的就是Real Lasting Eyeliner 你也是一樣的 我那個是特別包裝而已 但是是一樣的 我這個也特別的 它掉了 K Palette 它真的超 很棒 One Day Tattoo 它介紹給我用的 我已經用了六支 因為是非常之實色 非常之不會化 就是呢 我去做運動 去跳舞 我也化妝的 我是一個很大汗的人 那些汗就是滴滴滴滴滴滴滴 好像瀑布 瀑布的樣子 那 Most of the time 它也不會化的 嗯 就算化 它也是化一點點 但是 它只是一支Eyeliner 它化這麼少已經很神奇了 就是下水也很棒 下水也算OK 昨天我們 昨天我們下水也不是太恐怖 但它真的好實色 好易 好易用 筆頭粗的眼線你也有 右的眼線你也有 Mascara Lash Curler Shiseido Lash Curler 和MJ Mascara 因為放水 我真的很不喜歡MJ Mascara 但我是我認識的人 唯一不喜歡MJ Mascara 我也有戴很多Lash 我基本上也不塗Mascara 因為太容易 我不知道你 我很容易化到下面 這就是我不需要下水 不需要妝 全天 我喜歡用Roller Lash 我就不塗Mascara 但我有這個步驟 就是這支是Etude House的 臥蠶筆 什麼臥蠶筆呢 就是這個東西 它有Step 1的頭 它就像spongetip 這邊是啡色的 那你就說在你的 suppose有的臥蠶的下面 就好像contouring 打個陰影在下面 但不要太低 太低就變了黑眼圈 之後呢 Step 2 又是一個spongetip 它是珠光的東西 我多數會用來 打開眼頭 還有一點臥蠶 製造一個藝韓妝的感覺 感覺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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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就用Hoola Bronzer 去按 很完整 很完整 因為可以新 用了多久 用了一個多月吧 對 Hoola Bronzer 我現在差不多 每天都一定要用它 否則臥蠶很平 我又不知道是否因為 用了Bronzer 我覺得如果不用臥蠶很像 我的光蘇大餅 超肥的 一定要打陰影 不要打陰影 為什麼我不要用這個 然後 還有帶掃 Sigma的 Large Angle Contour 它非常愛護它的掃 你看它有這個 你看我那支Sigma的東西 分叉 我是這樣洩下來 然後用完就 拆上去 我呢 就說了 我之後的步驟 就是會 上了 粉餅 這個呢 就是Chanel Le Beige的粉餅 我覺得它很香 控油呢 都不錯的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 一直都是用了MED MARALYSKIN FINISH 但那個我用完之後 就打算 我是要試試新的東西 那 看到有人介紹這支 就買了它 不錯 之後呢 我跟它一樣有一個Hoola Bronzer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沒有人不懂Chanel Le Beige 但我那個呢 已經Hit That Can 因為我已經用了 四個月左右 差不多了 它的壽命 應該是腰折的 其實我有一個mini的blush 但我平時很少用 因為我很容易blush 所以 如果我再塗blush的話 就會很誇張 但這個是 譬如有重要場合 晚上的那些 拍照 我就會用 我都不塗blush 因為我 因為我的臉 很容易熱 而且你的底部是粉紅色 對 我的皮膚是偏粉紅色 所以 blush之前買的都浪費了 或者我會highlight 你呢 你不highlight 我就有一支benefit的high beam 我呢 一開始馬上就會覺得 我應該一輩子都多 死了一刻 我應該用不完這支 因為真的 好多很多 之後呢 每次呢 你真的拿很少去做鼻子 就是呢 你都是覺得太多了 你用來做 Cupid's Ball 下巴 什麼都做 都還是很多 但我覺得其實是有機會用完的 那我呢 就 Rammo的Stay Matte Translucive 去定妝 然後我又 手也是 另外一個 因為是第二支手 對 那個angle 然後這個是powder brush 然後 對 這個很控油 我掉了在地上 對 非常控油 而且很好定妝 然後 經常都 其實 是一個不補妝的人 我也不補妝的 我不喜歡補妝 我頂孔是補唇膏 補唇膏 補唇膏 補唇膏的機會都很少 嗯 有沒有lippy 有啊 你先 好 我是一個非常喜愛買唇膏的人 但我買來買去也有幾支 但我是非常愛買唇膏 就是 我可以 時不時就去 入兩三支唇膏 但是 我只有一張嘴 一張嘴 所以呢 我就買 我之前就在日本買了這個 DHC的一個 lip cream 它是 是很潤的 潤唇膏 但是沒有色的 沒什麼特別 不香 它只是說用橄欖油 好像是 我又有兩個lippy 這樣 那這支呢 就是YSL的唇膏 它的色 我已經不知叫什麼了 因為它已經掉了 但是它是一隻 比較bright一點的color 因為我比較喜歡塗一些深色一點的色 不是深色 bright bright 然後 我覺得YSL的唇膏是非常滋潤 譬如我用過別的牌子的唇膏 就是隔了15分鐘就已經開始不太舒服 但是它那些呢 又香 又好吃 又舒服 沒有得定 然後 第二支呢 就是YSL的lip stain 這隻 好像叫207號色 都是這些偏粉紅色的這些 但是這隻說真的 這隻色呢 不是太顯色 比較透明 而且它雖然是一個lip stain 但是我不覺得它耗了很久 就是這樣 我也有兩個 那一個呢 就是Para的Paris Tint 這個好像Cherry 1號 偏紅 我是偏紅 它是偏粉的 因為我們膚色不同 但是這個呢 我覺得 好像近來對我來說 太鮮色了 因為我好像黑了一點 所以我不是很能塗到它 但是它用來做這個 咬唇妝是很棒的 很水 是很水 很水 很水 所以有一點難掌握 但是也可以的 然後我就有這個 Remo的Provokalypse 730 Make Your Move 這個 我是 非常之 不甩的 我可以塗到不補妝 塗到晚上 9點 10點 下妝 然後我也是要用卸妝油去買 所以我覺得很棒 又方便我不用去補妝 對 而且這顏色是我的唇色 我覺得這顏色非常適合你 好像我 應該挑戰不起這顏色 這顏色太深了 就是啡了一點 但是這顏色就是我的顏色 所以很喜歡用它 就是這樣就沒有了 Victoria Secret袋 這個是K 給別人送的 我也是給別人送的 我生日的時候別人送的 我也是生日的時候 那些Body Sick Body Cream 那些Sick Body Cream 就是有這個袋 好 其實這個不要看得很小 真的很好看 對 是啊 好 我們現在去吃葡萄 不行 因為我講了全天 但是其實很肥 我感覺到我們有一天 我已經肥了很多 有些惡魔在叫我們 有一個惡魔在叫我們 有一個惡魔在叫你們倆吃東西 所以我們在澳門的朋友 對 沒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去玩 那下次見 拜拜